把这些药材都给我护出去 护出去 咱们三七开也行吧 你我三 远在苍州的一孝堂院内已经满是枯叶 赛西施站在院内 看着掉落在地的一孝堂牌匾 触景生情 而京城一孝堂内 喜莱乐正在给病人瞧病 德夫进来跟他说 要把孟庆和死皮赖脸的 要进来给他道喜 拦都拦不住 随后孟庆和孝盈盈的走进来 为表承议 他还特地带了一些名贵药材 送给喜莱乐 还不死心地再次提起 要和一孝堂合作的事 喜莱乐才懒得理 这个奸商 直接将他轰了出来 赛西施见到 从京城回来的药商陈老板 连忙向他打听喜乐的消息 陈老板把自己在京城听到 都告诉了西施 说喜莱乐在京城开了一个大一孝堂 生意特别红火 还说道 喜莱乐老婆的打扮也洋气了 还听说他们 有要孩子的打算 听到这里 西施脸上十分不悦 屏幕都能闻到一股子醋味 随后陈老板 说想吃赛西施新手做的狮子头 西施便去后厨忙活了 西施这是把气都撒到案板上了呀 来到京城的胡适 最近发现自己的肚子老是鼓鼓的 胃口也变大了 还老是喜欢吃酸的 以为自己是怀孕了 于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家老头 喜莱乐听了后 高兴地合不拢嘴 随后还给夫人摸了脉下 却发现没有怀孕的迹象 只是长胖了而已 还让德福给师娘抓去肚子里有水的要吃 胡适听到这里 眼面哭了起来 这场怀孕乌龙也就就此落幕 自打一笑堂在京城开业 每天来找喜莱乐看病的人是络绎不绝 一笑堂的门口每天都排起了长队 被喜莱乐治好病的人敲锣打鼓地送来了牌匾 以此来表示感谢 大家纷纷称他为神医 太医院里的太医们也在讨论喜莱乐的医术 大家对他的这些奇招怪法都觉得很新奇 王太医听到后期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回到家里的王太医开始埋怨炉中 嫌他太笨太蠢 随后两人又开始想法子 如何解决掉喜莱乐 自从杨医生史密斯见识到中医的神奇 便一直想着要让中西医碰撞一下 于是托鲁正名邀请喜莱乐到他的诊所 想向他展示 展示西医的厉害 三人刚到史密斯的诊所 洋人就给他们端上咖啡 德福先是端起来喝了一口 瞧你那个德行 那您喝啊 这是咖啡 来 放点糖味道就好了 是糖 对啊 德福 来 ~! 介绍 2度 3度 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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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度 7度